青年局行销大师养成计划 今年推出新媒体全方位培训班 社群经营实战班 以及收费班次电商行销实务班 不仅吸手亚马逊 YT、LINE等国际级企业 也邀请人气网红 行业顶尖讲师开班授课 来培养社群电商领域的专业人才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其实还有跟知名的企业合作 那像社群经营的部分 我们有跟LINE来合作 那他们会派他们资深的经理 来担任我们的导师 那另外在电商平台部分 我们跟亚马逊全球开店的公司来合作 那会提供他们亚马逊 在电商平台经营的一些经验 那以及还有结合最新他们AI 运用AI技术在电商平台经营的经验 来做一个课程的内容 那此外我们还有新媒体 这个全方位培训班 这个也是邀请这个线上YouTube来做我们的总导师 这几年也因为AI这个应用很夯 那所以像包括亚马逊这个开店的这个平台 电商平台他们也应用这个AI技术 让这些电商的经营者可以快速的生成他们商品的一个介绍 还有这个甚至一些动态的减少等等 那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跟亚马逊全球开店这个来做合作 让这些行销大师养成的学员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善用AI 在他们的这个电商的这个经营或者是频道经营 而课程内容从频道的经营到短影音的制作 以及导入国际知名企业的实作运用讲解 并协助学员新媒体人才的考照机会 而在新媒体人才就业媒合会 也协助争取优先录用 这个课程里面在新媒体的部分 我们包含像社群的频道的经营 还有频道的商业的合作 以及像现在比较时下这个热门的短影音的剪辑 我们都在课程里面规划 那在社群平台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跟LINE Edge来合作 他就是提供他们在LINE社群 还有LINE Edge的一些经营的一些课程内容来做规划 那电商平台的部分呢 会跟这个亚马逊的电商的这个社群的 电商的经营有相关的一个规划 报名的部分有入选的话 我们都可以提供我们新媒体人才考照的一个机会 那在明年三月的这个就业媒合会 也会提供这个媒合的气候 这些参加人员的名单 也会作为优先录取的一个对象 近年来年轻人透过社群媒体及影音平台创作 分享图片和影像 青年局希望协助青年把热爱的事 变成工作 在新媒体这项领域中有优秀的表现 记者周恩成 采访报道